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下面我给大家讲讲专科 专科是中国一门很古老的艺术 它的文化内涵非常的广泛 它需要的文化滋养也非常的丰厚 专科是很小 但是不是说把它刻出来就好了 它需要一定的文化的内涵来滋养 也许是因为用印章的都是一些文化人士 所以它对专科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它对专科的作者要求也是非常高 文化涵养要求也是非常多的 修养越深 它专科的越好 可以说自古以来很少很少有 我说没有什么文化修养的文字 专科刻刻得很好的 下面我是给大家讲一讲整个专科的一个流程吧 把整个过程说一下 我们准备好一个印章石 因为印章是文化人士版的 所以它对印章材料的要求也非常的难高 像这个是瘦山石 瘦山石是我们国家 在印章石里面算也是比较好的一种 文心把它准备好 然后把这个硬面用刷子把它磨平 平推 稳住下平推 又旋转90度再推一下 感觉平了 这好了 我们可以下一步 把印章的大小 画出来 有7个底稿 又把我们所要刻的字刻在这上面 今天我们给大家刻一个 无字 无 在中国文化里面 它的涵养是非常深的 它不仅仅是没有的意思 在道家 还是佛家里面 它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 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涵养的 非常有哲理的一个字 道家说 有和无是相对的 有无是相深的 佛家也说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空就是这个无的意思 它跟 无跟有 空跟色它并不仅是相对 它们也是统一的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无字刻一下 无字 我们再演变一下 打开我们的 钻个磁点 找到一个无字 比如说这一个无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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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以后 它把我们 所看的没有有在 把它变化一下 在这个 设计方方委员 把它设计出来 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 文物本身的含义 它的文化哲理 把它表现出来 文物本身的含义 文物本身的含义 把我们所需要的设计好以后 翻一面 这个就是硬张的那一面 我们把它造成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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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